我拿这张照片故意取消我自己给大家看的原因是说 很多人以为创意是这样 很多人以为创意就是搞怪 其实创意一点都不是搞怪 苦苦思索也不是创意 创意是让泡泡不破 可是各位看一下 那个泡泡如果那样吹那样吹那样吹 它是一定要破的 我们看了都知道它一定要破 那你怎么让泡泡不破呢 改变泡泡的基因 它才能够不破 各位都有细胞对不对 各位的细胞里面有多少对染色体 任何一对染色体 你把它拉起来 它的长度跟姚明一样高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个现象就是说 姚明如果是200多公文高 他的膝盖大概到我这里 他的整个身体的膝盖以下的那个长度 基因不是他的 你的也一样 你的基因拉长了以后 也有姚明那么高 也有那么长 不是你的 是外来的 根本就不是人 听懂了吗 各位晓不晓得有一个东西叫做立腺体 立腺体知道 立腺体是人类的东西吗 不是 但是立腺体不是人类的东西 它在人类的细胞里重不重要 没有它会怎样 你根本就死掉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 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间 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 它必须要去改变自己的基因 以便能够自己生存 所以泡泡为了要让它不破 你必须要仔细的去观察 这个泡泡的问题在哪里 你把它的基因改变 那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去非常准确的 去看到问题的核心 然后把那个问题核心的一个关键 把它转过来 一转过来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真正的创意 是要靠你自己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那个就是一个基因的改变 我们的DNA那么长里头 有97% 好像没事 从前我们的生物学家们 还没有很清楚 所以称他们叫做垃圾基因 后来客气一点 叫他说他们叫做未编码基因 现在比较懂事了 开始很尊敬地称他们为跳跃基因 什么叫做跳跃基因 原来不是没事 是他花了97%的力量 全力准备有势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里头 如果你用3%的力量 去应付日常的事情 也就是姚明该场整什么样子 就让那个3%的力量去处理就好 另外97%是什么 世界变化太大 你要充分的力量 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也就是世界的变化如此的大 在网际网路的这个联系里头 世界是平的这样的观念里头 世界已经变成瞬息万变 这么瞬息万变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极度的准备 那你怎么样子 能够全身而退呢 那个是重要的概念